大家好,我是光达厚生,现在我在夏园村里面,现在准备去报装光西安,好像是129一个月,这个地方实在是不熟悉,然后沿路去问一问,看看在什么地方办理。 我是准备按一个光西安的,收费是129一个月,然后安装费全部都算上,400块钱,包括一个月的上网的费用,然后下个月就属于一个月129,给一张电话卡是吧? 对,300分钟也没拨打电话呢。 那行,下午估计能安上是吧? 明天,好的好的好的,先报备一下,收费有60,70,我这个是129,129是正规的电信网络,基本上以后维护各方面都有中国电信来维护,其他的价格低的都是私人的网络,估计的不太稳定,正在办理。 进来以后,测体温,然后给了一张防止诈骗的宣传单,回去看一看,这也是对自己负责任。 虽然今天有一点微风,但是今天好热呀,我已经穿上半袖,下面穿上裤衩。 家里现在还是穿秋裤呢,好热好热,我住的这个地方,检查体温特别严格。 进去出来,都检查,然后所有办理宽带的手续已经办理了,就等安装师傅上门安装。 399,120,光纤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,如果喜欢看我视频的朋友请关注,关注我在广州东莞两地的生活。 拜拜,再见,拜拜。